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到非常客气和自省的人会说 我没有欲望 没有人没有欲望 那么六欲到底是什么 欲和我们今天皇帝内经的智慧到底有什么联系 掌声有请徐文斌大夫 欲望到底应该如何解释他和皇帝内经的智慧有什么联系 我们的课堂正式开始 刚才算是您讲课之前 我把同学们的问题给您带上来 并且在您讲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问题会不断的提出 好 现在正式的把我们的讲台交给徐文斌大夫 好 谢谢 徐文斌 1984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1997年公派赴美奖学 同年获美国针酒协会特别奖 二十余年来 师从民医大家研习中医文化 1999年创办北京后普中医药研究所 在国内从事中医斩疗 及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教授国内和外国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已出版有自理藏医 刺激养生堂 梦与健康等著作 黄老哲学是中华文明的根 心境自然回归传统 让我们从解读黄帝内经入手 今天我们接着讲 我们怎么对待我们 怎么对待我们的情欲 看一下黄帝内经的原文 他说是以智贤而少欲 我们先讲一下智 智在古代有两个意思 它的古文这么写 上面是个知 知乎者也的知 知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往哪走 欲知何处何所知 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认为什么 上古的那个状态是最佳的人类生活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的想往 说的这个智往前追忆 这叫记忆 那么还有一个知识 往前走 就是我们的志向 这个志就说你将来要干什么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智慧的人教育我们怎么对待这个志呢 大家想想 叫志贤 什么叫贤 不太真 不太认真 不太认真 不必把这些事过度的放在心上 也就是说 你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和将来没有发生的事 不要太在意 你要在意什么 你要活在当下 所以这叫志贤 可是我们临床中看到的病人是什么呢 过去的事忘不了 现在的事记不住 白天打瞌睡 晚上睡不着 出什么问题了 中医讲肾 主治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肾气肾经充足的时候 他不论对过去或者现在他记忆是很强的 那么当他弱了以后呢 他就会出现记忆的缺失 有些人会就眼睁睁的指着自己孩子认不出来 或者叫不上名字 所以说我们说他生理上出现问题 导致他出现了心理的变化 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比如说我们以前受到过肉体感情的伤害 我被别人打了一嘴巴 如果这个事你想十遍 等于什么 等于你又被别人抽了十嘴巴 是不是啊 重复是记忆的母亲啊 这么反复的重复 想这个事是不是在加深你的记忆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深深的陷入以前的感情和情绪伤害中而不能自拔 老是在一遍一遍体味着过去的那种痛苦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以前这种信息和能量给他带来伤害 已经造成了生理物质层面上的刻画成了一种记忆 那么怎么去消除这种记忆呢 需要去调理他的生理功能 我们发现这些有记着自己感情情感创伤的人会有什么心有千千结 这不是一个文学上描写的词汇 当我们检查他的身体和经络的时候 会发现本来正常人很通畅的这些肌肉纤维组织 他是一个一个的节儿啊 就相当于节省即是一个个的念念不忘 这是对过去的这些爱恨情仇忘不了 还有一种是不嫌的人是什么样呢 是对将来没发生的事再急切的渴望 这就是我们说那个焦虑症啊 很多人说我焦虑 什么叫焦虑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相声 有个老头把楼上房子租给一个年轻人 这个人晚上半夜回来登登登登啊 先扔一只靴子再扔一只靴子 老头才能睡着 老头劝过这个人以后当夜 这个人登登登还上来扔了一只靴子 结果呢想起老头的劝过来 悄悄把那只靴子放在地下 结果呢 这老头一夜没睡 老头在干嘛 急切的期待着另一个靴子的到来 这就叫绿 黄帝内经说 因私而远目未知绿 就说我以前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 就觉得这个事必须要发生 然后就焦急等待这个事发生 但是这个事又没发生 这个状态就叫绿 我们看到很多人睡不着觉 或者是白天总是心慌心跳的 你在干嘛呢 他在等什么事要发生 所以我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出现了很严重的所谓的焦虑症 或者是造狂症 问题在哪呢 就是这个志不咸 也就是说他以前受过的教育都是一根筋的 从小教育上 算有算报 恶有恶报 结果他放了后面两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也就是说 当我们种下了一个阴 未必会结一个果 当你剥下了一个种子 如果你不给它合适的温度 肥料 湿度 这些圆的条件的话呢 你未必会长出一个成熟的庄家 结出果实 但是我们现在人的思维叫简单而粗暴 认为什么 我只要种下了 那我就会结这个果 很多人得了高血压糖尿病 他就来说 这遗传 我爸就有糖尿病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有糖尿病的遗传基因 那我就肯定会得糖尿病 这种思维叫什么 强迫性思维 记住 你有这个基因 如果你不给这个基因发病条件的话 你即便有这个糖尿病的基因 你也不会得糖尿病 对吧 以后天调养的好 你不给他条件 等他条件 攒足了 快发病的时候 你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禅宗呢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的非常好 他说人生呢 就像人摔下了一个山崖 万幸的是呢 你攀住了一个树藤 你往下看万丈深渊 你往上看 有两只老鼠在啃这个树藤 意思是说 随着时间推移 你还是要往下掉 那在这种状态下 你会怎么办 你会去忧虑惊恐吗 不碍事 这不影响你欣赏周围的风景 边上有个草莓摘下来尝一尝 很甜 人都是要死的 迟早而已 你老想这个事 你会影响到你活在当下 我们把每个今天都过好了 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就有保障 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一个字 大家要记住 治贤 该忘的事忘不了 该记的事记不住 是因为我们没有摆正自己心中的欲望 早在汉代 中国人就把六欲概括为 声 死 耳 目 口 鼻等生理需求 那么中医养生理论中的六欲又指什么 了解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帮助呢 记住 人体衰败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没有食欲和性欲 总是吃一些最奇最怪最难消化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再缩短你的寿命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敬请关注 下面两个字叫少欲 这个欲是本能 与生俱来的 人不可重欲 因为重欲的话会过早的把自己玩完 人也不能什么压制自己的欲望 那会让你灭绝天性活的不像人 我们一般都是从我们的欲望满足中获得一种快感 因为这是动物本能 你看那个欲怎么写 一个山谷的鼓挖下去的 一个欠 它就是渴望被满足的那么一种状态 你把它填平了 这快感就来了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欲子 它不带心的 为什么说不带心呢 就是说当你碰到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 不见得你会动你的情绪和感情 它就来了 所以在重欲和压制欲望中间 道家选了一个什么 节欲 意思是说 你把你的经济神省下来以后呢 你会寻求到另一个层次上更高境界的快乐 那么我们就想 就是刚才提到的问题 六欲是什么 孔子说过一句话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烟 所以说到六欲第一个反应 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什么 人的食欲和信欲 怎么对待我们的食欲 黄金内军《善无天真》的说了 食饮有节 美食家往往带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身的病 为什么 太讲究美食了 吃的太好了 吃的太砸了以后 过度放纵自己的这方面欲望 你想一下 为什么要节欲 为什么要少欲 你吃饭的时候 饭也在吃你 我们需要把吃进东西转化成我们的精血 靠什么 靠消耗我们自身的能量 消耗我们自身的美 所以道家有个观点是什么 人这一辈子吃的饭是有定量的 东西是无限的 但是你消化东西的那个能量 我们讲的元气是有限的 如果你节省的用慢慢的吃 你会活的长一点 如果你知情重欲 暴饮暴食 总是吃一些最奇最怪最难消化的东西的话 那你就在缩短你的寿命 所以我们讲少欲的原因和目的都在这里 另外我们讲对待性欲的态度 人在成熟以后会把繁衍后代作为第一要物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去牺牲你的本体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繁衣后代享受性的快乐 以及不伤害自己身体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记住人体衰败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没有食欲和性欲 为什么 他没有繁衍后代的能量 一个有欲望的人正常欲望的人 是一个有情有欲有血有肉的人 我观察到我临床的病例 特别是一些抑郁症的病人 到后期就是什么 表情弹幕 我们有个医学专门名词叫无欲状 吃饭吧 不想吃 可以几天不吃饭 出去玩吧 没意思 给你发点奖金 没意思 最后到最后呢 活着呢 也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说对待欲望态度 不要放纵也不要过度压制 六欲的第二个 我们讲的是温凉寒热 就是说你会本能的在你身体热的情况下 你会找点凉快的 你会在本能的你在凉的情况下 你去找点热的 这是人的本能的欲望 这个欲望在什么时候表现的最明显 在你睡觉以后 冷了你就知道登被子 热了你就知道登被子 冷的呢 知道把别人被子扯过来 盖自己身上 这过脑子吗 动心吗 我本能的反应 而且我们会看到 当我们的手碰到一个热水杯或者火炉的时候 我本能的会 把手抽回来 过脑子吗 哎呀 这会烫死我的 会把表皮烫伤 烫到真皮层就会结巴的 会很难看的 再抽回来 晚了 我们说的欲是生物的本能 啊 不是意识 也不动你的心里 啊 这个欲呢 寒冷的欲望 寒找热 热找寒的欲望 本来是我们身体求平和的一种本能 就是说健康的人是人是对冷热有感知的 如果你把他搞到不健康以后 他对冷热就麻木不仁了 举个例子 运动员在奔跑受伤以后 受伤了疼的不行 那对一怎么办 马上就拿那个冰块带着一服 干嘛呢 让他丧失绝 就是不绝疼了 好了吗他 没有 为了暂时我们还要比赛 有此类推 你在吃饭前喝杯冰水 这是在美国很普遍 你到任何一饭馆上来一坐 把两杯冰水放那了 然后再让你点餐 饭前喝杯冰水 你那个胃 会有绝吗 健康的胃它是一个有弹性的肌肉 是有温度的肌肉 他会对鸡饱有感觉 那么吃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就不吃了 吃饱了 如果你先给他冰炖以后呢 丧失了这个绝 那么他就可以无限制的 往肚里面塞东西 而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正常说吃撑了 撑的脏的疼了 他没有感觉 那么这么长期吃下 结果是什么 你就会看到在美国内社会 长出很多大胖子 然后我们再看了很多这个美丽动人的大姑娘小媳妇到了秋冬 甚至在早春 马上就一身一身春装 开始他也觉得冷 慢慢他就觉得不觉得冷 再被别人多看几眼他觉得心里热 到最后呢 年轻时候还行 到岁数稍微大一点 那些阴寒负面东西进去以后 会停留在你的肌肉 筋骨肩 甚至含到骨髓里 这就丧失了这种对绝的这种感受 以及我们以前说过 不管是冬泳还是游泳 你必须做好应激的准备 比如说我要游泳我要下水 那你先做好热身运动 特别是游泳完了 你一定要把自己身搓热 但现代人很多人为了省事 或者是游完游泳去蒸个伤拿 蒸个伤拿 那你们大家想过没有 会出现什么反应 出汗 那是出的汗吗 还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遇到冷的东西结成的水珠 考虑这个问题没有 很多人说 人家芬兰人洗那种桑拿 都是先蒸的蒸红鸡子似的 然后就跳到外面雪地里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待自己的欲望 这对寒冷的这个欲望都处理的不得到 所以是好多人自以为要什么 金风雨漸失免 结果呢 落下一身的病 这个蒸桑拿带来的那个热 又是一种邪热 别以为你这个冷跟那个热会平衡 有的人身上会出现两种邪气 一种是寒气 一种是热气 会加深他的病 这是我们对待六欲的第二个 大家要少欲 不要过分刺激自己 如果想刺激的话 年轻时候 自我修复能力 代偿能力非常强的时候去 等过了高峰期 女人过了二十八岁 男人过了三十二十以后 不要这么瞎折腾 很多人反老子装子的这个理论 说你们老讲无为而至 我告诉你 无为而至比干蠢事 比瞎折腾来讲 那就是进步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 自己干的是对的 结果呢 付出惨重代价 食欲和信誉 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 不能过度放纵 也不能过度压抑 同样 安全感也是我们的根本需求之一 那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我们内心的安定平和 减少焦虑和恐惧呢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 没有战争 没有威胁 没有敌人 但是活的自己内心很不安 你现在不安是周围没有山 还是家里没有女人 都没有 其实跟外界没有关系 是他内在出了问题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敬请关注 六欲的最后一个 是涉及到人的心理 这就是一个 我们说人求生存 求安全的欲望 简单两个字叫安危 谁能解释一下 安是什么意思 上面都有山 然后就比较安全 哪有山 安字里面哪有山 家就是类似于一个山 就是那个宝盖头就是一个山 对 那个女人是干嘛的 看家的 三面环山 你建了一个房子 然后有一个女人在里面给你看家 就是安的感觉 对女主内嘛 这是你的理想生活状态吗 差不多吧 你现在是在这种生活状态中吗 不是 现在还不安呢 你现在不安是周围没有山 还是家里没有女人 都没有 他对安的这个解释对吗 对 对 这个安最早的本意就是说我们的祖先选择定居的点 他是要找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有出口 一守南宫的这个地方 去建立这个城市 如果我们讲自己的心安的话 你要做到什么 第一家里是有个女人的 这个女人就是我们说那个心神 她应该回来的 另外呢 回来以后你得照得住人家 把人保护好 那么保护好我们心神 保护好我们心神的这个功能或者这个实体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个心包的那个对心神的保护作用 危难时间长了 人会想求安城 可是安逸久了以后 人会怎么样 人会找刺激去找那个危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社会新闻 有些什么有钱人家的富二代 找刺激开着跑车飙车 而且是在市区有人 人行道的地方飙车最后把人撞死 还有人在北京的二环路上去飙车 据说是十三分钟要跑一圈二环 这些人干嘛 都是在这种高危的状态下 刺激自己的心神 求得一种快感 这是一种什么 本能的一种欲望 这个欲望呢 就导致他们做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个欲望欲望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变成那个妄想的妄 最后呢伤害到自己 那么求安的这个心怎么才能达成呢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没有战争 没有威胁 没有敌人 但是活的自己内心很不安 特别在一些早期的焦虑症 抑郁症和肇狂症的人 他们会出现一些状况 就是说害怕嘈杂的人群 害怕听到天上打雷 回到家来以后呢 赶紧把门锁好 开开灯 拿上窗帘 如果家里没人陪伴 甚至晚上没人陪着睡的话 这人一宿都睡不着 内心极度的不安 那么他们出了什么问题 难道这些人必须得住在坦克碉堡里面 才会觉得安生吗 其实跟外界没有关系 是他内在出了问题 我们看到临床上有些病人晚上睡觉 他很敏感 隔壁房间发生什么事 他能听见 水龙头在这个厨房或者洗手间滴答 他也搅着他睡不着觉 为什么 他的心就不安 就没有好那种保护层 而我们看到很多所谓心安的人是什么样的 泰山崩于后 迷路细于前 对我都没有任何影响 他崩他的 他玩他的 我呢 自得其乐 所以看我们下一句 如果你能做到至贤少欲的话 你的心神是在心里面呆着的 而且他受保护好的 你不会对过去的记忆念念不忘 你也不会放到将来那个不切实际的事情上 焦虑的 没完没了 你就会做到什么 心安而不惧 那么怎么对待 那么怎么对待我们的形体呢 当然我们要讲 行劳而不倦 华佗在发明五情戏的时候 对他的徒弟说过一句话 叫人体欲得劳动 但不应食之吉尔 这是我们到家对所谓锻炼身体或者劳作的一个态度 人应该动 经常动动 活动活动 手脚 但是不要突破极限 为什么不要突破极限 突破极限以后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出筋 什么叫卷 一个卷子 我们看运动 运动员踢足球 跑着跑着 出筋了 别人上去得踹他这个脚 给他 把后面那个 精卵收缩的肌肉给他拉开 那叫什么 过度使用肌肉以后导致的倦 徐老师 刚才您讲到行劳而不倦 就说到劳字 劳有没有区别 因为要做到行劳而不倦 在中医上 包括在皇帝内经的表达上 有没有说什么人适合劳什么 什么人适合劳什么 举例子 就是说在没加润滑油 或者没打气状态下 你在使用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轴承 不加润滑油 磨着磨着就磨坏了 我们自行车如果不打气 那个轮圈呢 就骑着的 就是凹凸不平了 凹凸不圆了 对不对 我们人有没有这种状态 当你眼睛干涩的时候 你还盯着电脑屏幕在打游戏 你在干嘛 你在老 当你本身没有气 没有这个能量输送到你的肌肉上 你还在那做这个所谓的锻炼 你在干嘛 你在拉伤你的肌肉和韧带 这都叫老 所以我们要恢复知觉的话 就是身体会给你一个信号 嗯 说过了 不要再这么折腾了 停一停 但是我们现在有人就是 有了高科技以后什么 本来跑 脚疼了 打一针封闭 打一针封闭干嘛 让自己那个脚给丧失掉 然后接着再跑 跑到最后那脚都会变形 但是您说到的说眼睛都已经色了 不应该盯着电脑屏幕了 去休息 但是我们在眼睛色的时候 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领导看了特别喜欢我们 对啊 这就涉及到以后我们说 您是为谁活的 您是为自个活的呢 还是为领导活的 可能有人说 我是先为领导活 才能更好的为自己活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劳动的过度 而使自己产生这种倦 如果做到这一点 您的气 您的气血的运行是什么 气重以顺 气重以顺 从谁啊 还是我们那句话 真气以重之 你的气血运行 会听着你的心里面内心的那个神明的指挥 按照他固有的规律去走 这叫顺 顺的反应词 腻 腻 中医啊 有个方子 叫四腻汤 治疗的叫四肢绝腻 中医的四腻汤是干嘛的 有没有懂中医的 手脚 那个气血不过 不 每次腻 四肢 四肢 是吗 那四肢有什么腻和顺肢说 顺的话呢 气血能流到你的末梢 腻的话呢 倒着流 倒着流四肢是 末梢是冰凉的 末梢冰凉 末梢冰凉 就是我们跟谁一握手 那手 冰凉 腻 不是动的 是气过不去 我们说正常的人呢 是什么 头脑冷静 哪儿暖和 手脚是暖和的 手脚是暖和的 不正常人是腻是什么 头脑发热 手脚冰凉 哦 稍等 我摸一下 脚脸 脚脸 脚我就不摸了 脚脸 脚我就不摸了 老百姓北京的话呢 说手脚冰凉的人是什么 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哦 他就把一个生理的现象 病理的现象 跟心理 就结合到一块 而且我们发现 当我们内心 着急 情绪激动的时候 对手会凉 手会凉 手会凉 为什么 气血都往心脑去供 就会牺牲 末梢循环 这点我是做的最好的 是吧 就是每次我要参加一个考试 考完了 我知道今天会出成绩 越接近出成绩的时候 手脚越冰凉 对 然后冰凉到 冰凉到自己都觉得冰凉 对 那会儿但是有个地方热 心是热 大家都摸了 脚就不用感觉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讲手脚冰凉的人 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 您有没有气 第二 您那个经络顺不顺 很简单一例子 我们家如果暖气片不热的话 你考虑有俩原因 一个原因是什么 锅炉方没好好烧 这叫煤气 第二个人家好好烧了 但是呢 通往你们家那个管道堵了 这叫什么 气就不顺 那你怎么解决啊 不烧锅炉的话 你让它加燃料 这个锅炉如果堵了 那你就让它疏通 这样的话你就解决问题 千万不要说判断错了 啊 本来是锅炉堵了 你在那加燃料烧锅炉 最后呢 锅炉炸了你家也不热 所以手脚冰凉看看 看看自己是有没有热的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手脚冰凉的女孩子 脸上是一脸红包 什么原因 这就是说锅炉房烧着呢 露堵了 这个气没跑到墨烧上 跑脸上了 是吧 这种人 我发现就您说话吧 都特直接 我们哪能跟一个女孩子 看到她满脸包 我们哪能那么说人家 说对不起姑娘 你堵了 其实我们的说法应该是什么 真的就应该说堵了呀 我们说气不顺 如果是脸是撒白的 手也是冰凉的 而且经常冻的 CC发抖 容易感冒的 这个人就锅炉方没烧 没有气 那是不顺 那我们把它搞清楚 过度的疲劳会损伤肌体 而心神不宁 则会导致人们缺少安全感 出现气血不畅 四肢冰凉的症状 那么 我们应该树立 怎样的养生观和价值观 来帮助我们 回归心平气和的状态呢 要活在当下 要把自己的每一顿饭吃的 什么呢 吃美了 这是一个价值观 你是让别人看你好看 还让你自己觉得舒服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敬请关注 传递思念 传递喜悦 传递幸福 传递希望 中国邮政 皇帝内经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集 是中国首部探讨生命意义的外科全书 是影响力延延数千年的养生宝典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为您解读 皇帝内经的智慧 下面就是中医对待人的态度和价值观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是孔子的话叫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而这句话大家觉得挺好 翻过来讲 己所欲就要施于人吗 我爱吃猪肉我就让大家都吃猪肉吗 对吧 我认为中医好我就让大家都学中医吗 所以说怎么对待自己的欲 我们前面说了至贤而少欲 那么怎么对待别人的欲 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我们讲了欲是低层次的生物本能的虚妄 那么愿呢 是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追求 这个大千世界是形形色色很复杂的 千人千面 各有各自不同的身体结构 能量结构和精神结构 那么大家有自己不同的欲望和追求 最后要达到什么境界呢 不是说让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那么具体表现在哪呢 我们又落实到我们的饮食 我看大家活了一天忙着忙了 最后巴拉几口饭 所以我问他干嘛呢 他在追求他理想 错了 要活在当下 要把自己的每一顿饭吃的什么呢 吃美了 体现在哪 美其实 而且大家记住 我们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欣赏 也会随着自己的身份 年龄地位的变化 而产生 对他产生不同的感觉 珍珠翡翠白玉汤 就是一锅干水 为什么朱元璋逃难的时候 觉得他美得不得了 等他当了皇上 再如法炮制做了一锅 吃 别说吃了 闻都觉得想吐 问你吃在哪 珍珠翡翠白玉 他没变 谁变了 人变了 你认为什么菜特别美 嗯 姜肉 哈哈哈 你的生活层次真是 哈哈哈 真的特别高 我跟你说各位 千万别小看别人 凡是现在一张嘴说 什么最美啊 鱼翅最美 哦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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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俗人 不光是俗人 就是老吃不到 哈哈哈 你说什么最美 像我们大气 哈哈哈 你实在是大气 所以你看 简单的一个美其时 我们结合上面说的 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所以大家说 中国的营养学和西方的营养学区别 最大区别在哪 西方营养学以吃的东西为本 他会把这些啊 这个肉含什么 脂肪 蛋白日啊 埃及蒜子 这个蔬菜含 维生素什么什么 分的很细 他不关心谁吃 他不关心吃的那个人 当时的心情 他不关心吃这个人 当时的处在什么季节 中国人的饮食观是什么 以人为本 谁吃 什么心情下吃 怎么吃 狼灯虎咽和西娇蔓延一样吗 吃进去感觉美吗 先把这个食吃好了 你觉得生活就美好 你就觉得活的有意思了 没其实 下一看 认其福 福是内衣 是贴着肉穿的那个东西 一是照在福外面的外面的那层 什么叫认其福 我们意思说 让外面人们看不见的贴身穿的那身衣服 内衣一定要让合体舒服 因为什么这随到一个价值观 你是让别人看你好看 还是让你自己觉得舒服 真正讲究的人是注重内衣品质的人 不讲究的人是外面挂名牌的人 说给别人看 可能自己穿的很不舒服 但是别人看的好看 举个例子 穿的不合适的例子 我们现在发现 男性不育不孕 我们叫不育症 主要原因是精子成活率下降 精子成活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内裤过于紧绷狭窄 以至于什么 局部温度过高 可是现代人爱穿什么 爱穿牛仔裤 爱绷得自己显得性感 我们古代人穿的 我们说这人老土穿一个免当裤 什么叫免当裤 宽松肥大 宽松肥大的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那个呢 让外人觉得好看 自己呢受罪了 还疑惑子孙 下一个叫乐其俗 这个俗是什么 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 生长的人们形成的那种风俗习惯 现在过年又让人放炮了 清兵节放假 这都是什么 恢复传统 为什么 这种传统几千年来形成下来 有它的道路 我们说上唐问悔 入乡随俗 这些话大家都知道 那么对待我们 怎么对待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这种风俗习惯 我们刚刚过完的是清明节 大家去扫墓 以后下一个会过端午节 要去武读 这些习惯 仔细研究 都与人的身心健康有关 要乐其俗 最后一句就落实到我们 怎么对待你周围的人 怎么对待这个攀比的问题 他总结出精辟的一句话叫 高下不相目 你挣八千 他挣一万五 你怎么办 古人黎原行有一句话叫 要想人钱显贵 必定人后受罪 你老看见人家挣一千五的那个状态 你咋不看人背后受那些罪 也许你真正了解到背后受罪以后 你还不想挣那一万五 前提是什么 道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天造地化的一个 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精华产物 每个人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你这比我强 你那就比我短 所以说我们最后要处于一种 什么心平气和状态呢 各吃一碗饭 也别光看贼吃饭 不看贼挨打 先了解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先了解自己的内心适合做什么工作 然后去自得其乐 我们现在的快乐都是在跟别人的攀比中 得来的 一看周围没有参照物的时候 这个人就很失落 没人看我 没什么可比 出问题了 活首先要活给自己看 能够达到这种状态下的人 叫什么 齐民故曰谱 这个状态是最天然最接近自然的这种状态 可是我们现在呢 人为的修饰 刻意的东西太多了 让我们活得很尾 很尾 就离天生太远 享受我们吃的每一顿饭 穿着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服装 在生活中做到自得其乐 这是我们健康生活的根本 但平日里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生活的误区 绕乱着我们的身心 如何避免和走出这些误区呢 您是不是属于不太较真不太较劲的人 我退休以后不太较真了 我退休之前还在较真 我们要做一个尽可能的全户的人 跟着自然变化的那个盗走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深处不危之地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做客 宗华文明大讲堂 敬请关注 讲一下反面 我们讲了至贤而少欲的反面 就是什么呢 示欲 什么叫示欲 沉溺于某种欲望中不能自拔 这叫示欲 所以我说了眼睛盯着什么电视 电脑看着游戏打着游戏 或者看着某某剧 示欲太深的话 就会让你的眼睛觉得干涩 然后呢 视力会下降 示欲不能牢其目 我们有自己的爱好 但是不让它发展到 损伤我们的眼睛这个程度 下面呢 银邪不能祸其心 在古代银是过度的意思 所以在范仲妍写《月阳楼记》中说 银雨飞飞 这雨下的没完没了 过度的外面的那些引诱不能 祸我的心 祸是什么 可选择的东西太多 最后 跳花眼了 银邪 过度的外面的引诱对你太多了 然后呢 你到底跟着哪个走 就跳花眼了 这呢 把自己的心搞乱了 祸的反义词就是定 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也 一看这个人 一看这个人 定 那么导致自己祸 不是说外面的引诱太多了 是你内心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说孔子说四十而不祸 什么意思 男人大概到四十的时候 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 能吃几碗干饭 能干什么了 定了 所以他也就不瞎挑了 四十年前呢 还不知道自己干嘛 所以这是老老在那做美梦 设想的可能性很多 所以他不确定 可是当人定了以后 貌似放弃了很多东西 但是舍了以后 得的更多 不舍谁都想要 谁都想这样 最后你也得不到 下面看 鱼智贤不孝 我们出生下来 人都有区别 鱼是那种现在强角力想不开的人 智呢 是知道往哪走的人 不孝是什么意思 孝是像的意思 不管我们生下来 我们的智力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理 心理有多大差点 但是我们的养生有一个共同特点 不具于物 现在形容我们的社会叫什么 物欲横流 物欲横流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成了物质的奴隶 买个车伺候车 买个房子伺候房子 所以说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是什么 受累于物 把自己的这种 宝贵的生命 牺牲在这个不同的物当中 有几千间房子 你一夜能睡几间 十间房轮个睡一晚上 你不就睡一张床吗 你有那么多好吃好喝 你一天吃几顿饭 你不就吃三顿饭吗 所以说不要做物质的奴隶 这样的话 故合于道 什么叫合于道 什么叫天人合一 你的身心的变化和天理的变化 就合上拍子了 你就成为一个走运的人 是吧 你就有了运气了 这时候你会觉得做很多事情 不用费很大力 不用很刻意 这事就搞定了 所以呢 从养生来讲 你才能年阶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原因在哪呢 德权而不微 什么叫德 道是自然的变化 德是人 里面还有个心 如果你掌握了天地的道的变化 跟着他走 你是得道的人 你就要有德 如果你跟自然作对 或者是没有全部掌握 自然变化的规律 你就有点缺德 或者呢 你就有点被德 那我们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要做一个尽可能的全户的人 跟着自然变化 跟着自然变化的那个道走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 深处不微之地 《皇帝内经》 是中国现成最早的中医学典籍 是中国首部探讨生命意义的百科全书 是影响力年年数千年的养生宝典 一部一书 包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 启蒙现代百姓的养生之法 解读上古天真之论 著名中医专家徐文斌 做客中华文明大讲堂 为您解读《皇帝内经》的智慧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 是带着看病的念头看见的 但是如果要是按照您 目前讲到的《皇帝内经》的智慧 只用智慧二字 能去病吗 这个问题就问的比较深了 其实归结成一句话 谁把我们的病治好的 自愈的 我们说的这一切 是让你恢复你的生机 你的本能 中医和道家认为 你本身有一套自愈的本领 只是你把它伤害 医生的作用是帮你把它唤醒 恢复 所以说我们要顾和于道 和于道以后 你那个生机就萌发了 生机就重现了 您的病也就治好了 现场有两位阿姨大姐 一直在深刻的点头 真的说的对 就是要自己能救自己 您的身体好吗 我身体我觉得可以 您今年 69 那您可不像 69还真不像 就是徐大夫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心态平和什么 您都做的怎么样 朝这方面努力 对 就是现在做的什么样 您是不是属于不太较真不太较近的人 我退休以后不太较真了 我退休之前还在较真 退休之前还较真 跟单位的事较真 有时跟那个同志之间较真 也较真 有时跟工作较真 有时跟自己较真 人活到这岁数以后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好像什么都看得开了 我有这种感觉自己 所以您说话的时候 您那个微笑都是看开了的微笑 对 自然流露 好 谢谢 谢谢 徐兵大夫 也谢谢现场观众的提问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请徐兵大夫 继续在中华文明大讲堂里和我们共同分享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下周见 是中国现场最早的中医学典籍 是中国首顾探讨生命意义的百科全数 是影响力绵延数千年的养生宝典 一部一书 包罗人与自然的和谐